我 都到门口了 吃烤串 老韩提过 好像叫 叫立合资本 我劝过他 叫他不要掺和进这件事情里面 可是他就是不听 韩太太 我不管你跟韩先生 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是受谁的指使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你别误会了 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我就说他还是很在意你的吧 好了 你帮我告诉韩朝 如果他想闹上法庭 我一定站在长盛这边 明白 刚刚颜小姐说啊 是立合资本指使的 你们长盛和立合资本 有什么过节吗 我只是听说 立合资本打算收购长盛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也不用担心 在商业关系里面 这些事都很常见 对 况且韩太太已经答应 会把我们录制一份视频声明 剩下的事 就交给长盛的公关部吧 好 差点忘了 我要去趟我妈那儿 那我送你 送什么 没事 就感觉你真变成我司机了 走吧 好了 谢谢盛总送我回来的 你帮了长盛这么大一个忙 我信你在哪儿 别那么客气 走啦 等 等一下 等一下 都到门口了 这考串